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交通便利 区位优势明显 近年来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多家大型农家乐 为了搅动人气 玉亭镇同时和省内多个旅行社建立了联系 增加客流量 最高的一天300人 平均一天100多人是有的 就是还有很多 来这边玩过一次之后 他们的话因为玩得很开心 而且这边吃得也很开心 他们后期的话 组织自驾身边的朋友过来玩的 比如看那个候鸟 田野风光非常美丽 这个就是我们的山水文化也比较多 据了解 玉亭镇引进的大型农家乐有六家 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 在了解到参与鱼竿一日游的大多是中老年游客的情况下 游龙山庄打起了鱼竿的乡村土特产品的主意 这是我们那个农场的那个特产那个鱼竿的土鸡蛋 鱼竿的土鸡蛋 是我们农场养的 鱼竿有什么区别啊 我们是吃那个骨子的 没出任何飼料的 就是很纯天然的 纯天然的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鱼竿辣椒 哇 绿油油的 味道怎么样 蛮好的 来这里的都想吃这个菜 这是鱼竿那个芊石的 芊石粉 芊石是什么呀 是那个养在府里面对不对 可以怎么吃啊 那个熬汤炖的是都可以 对人类的身体蛮那个补充蛮好的 参加鱼竿一日游的游客 不但可以在这里购买多种多样的鱼竿特产 还有原生态的鱼竿乡村美食 对于现在崇尚自然健康的饮食理念来说 很受中老年人的欢迎 把周边那个那个带动他们呢 就多种菜 多种那个红薯啦 芋头啦 白菜啦 那个等等 好多的好多那个蔬菜来供给我们 鸡是自己养的 鹅也是自己养的 鱼也是自己养的 包括鱼是果树都是自己摘的 来到鱼竿怎么能不品尝鱼竿辣椒呢 在玉亭镇的各个农家乐中 鱼竿辣椒炒肉都是卖的最火的那道菜 也是游客们必点的一道特色美食 哇 可以看到它这个辣椒的话真的是 看上去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造型的 有一定的特色的 跟我们平常吃的一些辣椒不一样 嗯 哇 特别特别的多汁 而且呢这个颜色很清脆 好像呢我不再吃的是一盘蔬菜 有点像吃水果的感觉 而且呢回味悠长 有着一丝丝的辛辣 如果不爱吃辣的朋友们 这道菜呢我觉得一定也很适合你 立足自身特色 瞄准一日游市场 鱼竿县玉亭镇 还有长沙湖庄园 老房子山庄 缅山庄园等 投资超过百万元的大型农家乐 有烤圈阳餐饮店 茶仙子 福生小院等餐馆和休闲场所 是非常值得周边游游客来鱼竿旅游 打卡的一处乡村旅游体验圣地 近日天气潮湿 九江五宁县太平山景区 每天云海茫茫 万亩野樱花在云海中尽香绽放 漫山遍野 次第盛开 微微壮观 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赏花观景 今日在樱花谷 欣赏樱花 云海时影时现 非常漂亮 如同仙境一般 今年初春时节气温偏高 各种花卉都提前开放 五宁县福田乡太平山景区 万亩野樱花比往年提前盛开 特别是近期 山中云海茫茫 樱花云海相映成一道美丽风景 宛如仙境 美不胜收 为了迎接游客的到来 五宁县福田乡提前做好 接待准备 确保景区安全有序 让游客游得放心 玩得开心 太平山的野樱花 今年开的比往年早 提前了二十多天 也开的比往年好 目前已经满山遍野 都是野樱花 我们已经做好了迎接 来自各地的游客 前来赏花游玩的充分准备 太平山 位于牧府山脉江西武宁和湖北交界处 是著名的道教圣地 近年来 武宁县着力打造太平山旅游景区 其中万亩野樱花成为游客最为青睐的美景 由于太平山海拔较高 樱花从山下慢慢往上开放 花期长达一个多月 樱花观赏期可持续到四月初 海南一直以热带风情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往 前不久 我们影视旅游频道栏目组受邀去了一趟海南海口市 感受到了海口休闲的慢生活 在今天的向往的海口系列报道中 我们将要探访的地方 则是围绕在一个度假村四周的红树林旅游区 在这里 我们将能够认识一个被誉为 海岸卫视和造陆先锋的神奇物种 海口红树林旅游区 位于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 以红树林为主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 去内有红树植物19棵36种 占全国红树植物种类的97.2% 该保护区是迄今为止 我国红树林连片面积最大 树种最多 保育最好 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自然保护区 因此人们常说 中国红树林看海南 海南红树林看东寨港 红树林有很多种种类 所以你看这些树长得都不一样 都是绿色的 为什么叫红树林 红树林是一种长在热台沙滩上的 一种植物群落 它是属于红树科 它在树干里面有一种 干磷酸 干磷酸一氧化反应之后 它会形成一个红褐色 所以外观起来就看起来 就是像红色一样 古代的时候 原本常文把这个红树林 这种红树作为一种染料 把它提炼出来作为一种染料 来到东寨港 红树林景区拍摄的当天 正值退潮 纵横交错的根系 全部暴露在淤泥上 这些树根紧紧地抓住滩涂 形成稳固的支架 使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 屹立不动 密密麻麻的根植 不仅支持着植物本身 也保护了海岸免受风浪的侵蚀 因此红树林又被称为海岸卫士 除了特殊的根系 红树林还有一个 更为神奇的生长方式 红树家族的果实 在亩树上成熟后并不落地 仍然挂着 吸取母树里的养料 长成一棵胎苗后 才脱离母树 落入泥滩 二至三个小时 就可以成长为新株 脱离母体的幼苗 犹如动物生下幼崽一样 因此人们把用这种方式 繁殖后代的植物 称为胎生植物 红树林是目前人类已知的 唯一一种胎生植物 你看这些堤坝上面 那些类似于石头的东西是什么吗 石头 那是 就是石头呀 不是石头吗 是什么 生蚝的壳子 哦 那是特意放在那边的吗 它是把生蚝壳子 用这种 这种纤维状的网状 融到一起 用来互滴的 哦 作为一个滴板 这个主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这种生物互滴 它已经完全的和这个泥土 混合在一起了 嗯 效果也非常好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互滴方法 观众朋友是不是也第一次见识到呢 东寨港保护区不只是红树林的家园 也是候鸟天堂 鱼虾粮仓 每年九月开始 陆续有大量的候鸟从此经过 留在这里过冬 掌潮时 这里是茫茫的海上森林 退潮后 种类繁多的鱼 虾 蟹 鸟 鸟类纷纷登台表演 构成一幅幅 多彩灵动的生态画卷 独特的景象 吸引了不少家长 带着孩子前来游玩 刚才走在镇道的时候 发现里边有很多小跑鸟 还好喝的 孩子也很喜欢 因为小孩子喜欢坐船嘛 还可以 环境比较好 然后就是适合带小孩 带家人过来周末啊 或者是节假日来这边玩一次 来咱们红树林的话 就是什么季节来比较好 一年四季都可以 红树林是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 哦这样啊 所以就一年四季 你们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带着孩子来 对吧 而且呢 就是要感受我们红树林的魅力的话 最大的地方 其实就在咱们东寨港 你在全国其他的地方 其实是没有这么能够 深入的体验到的地方 对 多种之类情况 而且这多样 物种的多样性 还有这丰富的鸟类资源 鱼下鞋资源 还有美食之类的 只有东寨港是逐渐独厚的 吃住行游购鱼 一条龙的服务都送给大家 所以咱们江西的朋友 想来感受我们红树林的话呢 就真的建议大家来到我们 海口市的东寨港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 全省各地的文旅资讯快报 2月26号 上饶物园梦里老家旅游度假区 请龙进景区 百余名群众演员 无喜常常的板凳龙 走街串巷 红红火火闹元宵 这条板凳龙 由六十节板凳组合而成 长达一百余米 六点三十分 巨龙浩浩荡荡开始游街 龙珠引路 龙尾压阵 时而蜿蜒 时而奔腾 场面气势辉弘 畏为壮观 其中最精彩的时候要数盘龙了 随着灯手跑动 龙头追逐龙尾 巨龙盘旋腾飞 气氛热闹非凡 吸引众多游客争相拍照 据了解 元宵五龙灯是物园的传统习俗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是物园最具代表性 最受百姓欢迎的灯彩 有着上千年历史 当晚共有两万多名游客 在物园梦里老家旅游度假区中 感受物园独特飞衣文化 共享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2月26号 庐陵人文谷第五届民俗闹元宵活动精彩展开 同时引入了新潮的网红探店直播带货活动 线下精彩 云上热闹 内容丰富的民俗节目 吸引了市民和游客前往体验 当天的庐陵老街张灯节彩 热闹非凡 在直播间里 主持人和嘉宾围绕元宵节民俗 庐陵文化的内涵等话题进行探讨 在庐陵老街 游客和工作人员一起豁面 烫汤园 悠扬的麦汤园歌声响彻现场 唤起人们关于团圆的甜蜜 和美食的美好记忆 日前 景德镇市民多了一个空中看 磁都夜景的好去处 夜航磁都活动 带人们体验云上视角的磁都夜色 马达的轰鸣划破了空港的寂静 直升机如银燕 矫健的振翅翱翔 母亲和昌江 如一条飘动的玉带 点缀满了璀璨的夜珠 据了解 这个航空加夜间旅游模式 夜间低空飞行旅游项目 是由干翔通行带来的 既丰富了景德镇航空文化 旅游融合的新业态 又给广大游客 一个游览景德镇的全新体验 赏美食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